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布加图四弟 也胡思乱详 节目开始前 先打广告 3月16号 3月17号这两天 16号呢 去沈阳故宫 17号去沈阳的东三省总督府和 那个张氏帅府啊 这都是我的家乡 沈阳的游学 这我看春节的时候 好像这个沈阳的什么那个 这个旅游啊 挺火啊 所以 但春节时候我先冷啊 而且是我 我还要南下到广州去带团 所以就沈阳这事呢 就搁置下来了 那么现在呢 人也少了 我估计但是人少点呢 他那个场地啊 就相对来说空旷 你空旷的话 就会给我更多这个去带团 去讲解的这个场地空间啊 所以各位呢 会得到更好的这个游览体验 那么欢迎各位到 欢迎各位到沈阳来玩啊 我就期待着大家的光临 谢谢各位 在这呢 我会讲这个清朝的历史啊 还有讲北洋时代的历史啊 都是我特别感兴趣的 特别感兴趣的时代或者是朝代啊 那行了 言归正传 那今天呢 咱们来聊聊一个叫做秘密立储的制度 这个是 雍正有敢于九子夺敌啊 兄弟之间互相残杀啊 所以就定下来 以后不离太子了 我把遗诏写两份 一份就在这个正大光明点后头 一份我自己带着 等我死了之后 再打开 然后遗诏说谁就是谁啊 我三个儿子 是吧 一个老大谢不惠 老二谢成惠 老三谢学惠 二弟说 得是老大这个谢不惠继位 不过一旦我立他 我生前立他当太子的话 那老二谢成惠肯定会嫉妒啊 你不就是出生比我早吗 我样子比你强 凭什么你是太子 所以这哥俩就会冰出暗斗 那现在 我不离太子 理论上就排除了这种可能 他们只需要努力工作 按时上班 看谁比较逃我喜欢 自由竞争 哥仨都有机会 所以等到我死之后 太监去告辞谢成惠 你爸爸 谢成惠啊 你爸爸 赛艇队长 他死了 你赶紧去看看嘛 然后大伙搬梯子 从正大光明那扁后头 把盒拿出来 上头写上 传位于二阿个谢成惠 你这样就不至于说兄弟手足相残 然后你又可以不利长 利贤 政权还能平稳过渡 这多好啊 其实在这儿啊 我得下一个结论啊 就是清朝所谓的秘密建筑 所谓的利贤不利长 其实他背后 被后人吧 跨大呀 吹捧啊 太多了 秘密立储的实际效果和意义非常有限 在权力面前 在权力面前 你除非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他才不至于掀起那些血雨腥风 否则的话 一旦是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话 你就算 在用什么方法去想这个权力怎么进行交接 但是由于他的呃 由于这个无制约的权力 他的破坏性太大 所以人们在争夺这个权力的时候 他还是免不了这种人脑袋打住狗脑袋 那你说清朝第一次 哎这个真正的这个秘密建筑是雍正传给乾隆吧 雍正死的时候乾隆就是雍正实际的长子了 雍正立乾隆就等于说是立长 然后至于说乾隆传家庆 这倒不是立长啊 因为当时还有两个比家庆大的皇子在世 但是呢 乾隆传给家庆 这不是秘密建筑啊 而是乾隆直接善让给家庆了 他自己还做了几年太上皇 比这个家庆大的那些皇子也都不受重用 家庆是排十五 那老十一永兴 家庆登基的时候才出宫开府封成亲王 此前一直被养在宫中 养了四十三年 这是因为乾隆反正宠溺吧 也是怕他盯着十五二个储君的位子 所以一直拿你当皇子养着 但是等到家庆这个登基之后 你再跟着这些什么兄弟媳妇啊 一块不合适 所以 您出去吧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呀 很难发生关于皇位的剧烈动荡 至于说政局动荡 那 反正还是有的吧 还是有的 你比如说这个 就是乾隆刚死 家庆就收拾了和珅 然后 像后来是家庆死的时候 家庆传道光 就是这也是一个明显的那种立长啊 那个家庆的那个皇子 就是长子 长子死得倒 名字还没来得及起 然后道光呢 应该说是自打 道光是1782年出生的 自打他出生以来 他就是家庆事实上的长子 然后道光 传贤锋啊 也不例外呀 他还是立长不立贤呢 贤锋在道光 十一年 就是这个皇长子一伟病死之后 他就是道光 实际上在世的长子了 贤锋就那一个孩子 同治皇帝 然后再往后呢 没孩子 连杵都不用立了 所以总结就是 从这个雍正开始 三次所谓的秘密建杵 实际上都是立了长子 另外唯一一次 说立贤不立长 乾隆传家庆 还是通过善让 内善传位的 你在这种情况下 想出现那种剧烈的权力动荡 他也不容易呀 而且同时啊 就是你也可见 这种所谓的秘密建杵 这种立贤不立长 他是多么的名不副实 但话说回来 就这几次 这个说内善啊 什么什么立贤立长的 但就这几次 他也出现过蹊跷的事件 嘉庆皇上死了之后 他那个随身携带的秘址 偏偏就这时候找不到了 然后他临终的时候啊 当时是那个军机大臣托金啊 还有戴军园两个人就催促 这个随下太监赶紧去赶紧去那个找这个立储的秘址啊 众人翻香倒柜直到是嘉庆立死也没有找到那个立储的秘址 然后嘉庆身边的大臣分成了两派 当时是总管内务府的那个宗室大臣 习恩他为首的一帮大臣就认为应该是二皇子民明继位 但是呢 像这个刚才说的军机大臣托金带军园 这些人认为是这事儿滋事体大 还是说以皇帝秘址为 秘址为准 最后双方啊 因此就不同意这二皇子啊 民明继位 就在双方将之不下的时候 得知嘉庆帝突然驾峰 然后又什么那秘址又找不着了 就是那个仁宗皇帝的季后啊 扭胡鹿氏 他死后是被追封为孝和瑞皇后啊 这个这个皇后他呢就 呃破例了 他不顾秘密立储 什么后宫不得干政啊 这种祖宗家法 他从京城发出议旨 他说支持这个二皇子呃 民明继位 在这种情况下 等于说是这个皇后 这封义址对于民明来讲啊 对于这个民明继位 后来成道光皇帝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以至于啊 这个民明在接 接这个义址的时候 扶地叩头 感激不尽啊 也正是有了这个义址 然后那个托金啊 戴军园啊 就那军纪大臣是反对意见的 他们也不坚持的 就决定都去用力的 而奇怪的是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众人都已经做出决断之后 那个怎么找也找不到呢 秘址 哎 又找出来了啊 这是从又是从一个皇帝贴身的 小太监身上找到的 这是不是太巧了 首先你突然找到了 这就挺巧的 另外 贴身小太监身上找到了 这事吧 呃 如果是这秘址找不到了 他一定得先从这些 身边的什么太监呢 宫女儿 从这些人身上找啊 那你之前怎么找也找不到 然后这回 你又突然间就 就就等于说 就先从皇上身边找 你没找着 然后等这边啊 什么事都对下来之后 你又从皇上身边找出了 你说这事是不是太巧了 是吧 那么在这个 青石录啊 青石稿啊 这些文献史料当中啊 他就记载了说 开河这个事 就是说嘉庆皇帝临终之前 然后呃 这个这个把那个诏书拿出来啊 说宣誓这个民明的储君的位置 然后清宣宗啊 就是这个道光皇帝 就奉秘旨继位嘛 那对于之前发生的事 没提 什么遗诏啊 什么找不到了 也没提 所以这个事呢 就在史书当中啊 说的很简单 但真实情况 绝对是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你看 就是有了秘密立储之后 你看该出现的问题 一个没少啊 都出现了 而且呢 皇上这个晚年 你说这个他施了志 然后他强行的去制造一些 本来就不该存在的难题 这也不是说秘密立储就能解决的 你看那个 咱咱不是清朝了 咱往前说 咱说汉朝 汉朝如果是有秘密立储的话 汉武帝他还是会发世信封 他逼死太子刘俱 然后呢 另外以这个秘密立储的名义 说应 就是避免有能力 有野心的那些弟弟们 觊觎皇位 清朝看上去好像说是皇子少 就是他不是 清朝看上去好像说是避免这些问题了 那是因为啥呀 那是因为清朝皇子少 他没有什么把人脑子打成狗脑子 这种客观条件 同样这种事 他发生在唐朝 大家伙只能是争得更厉害好吗 更何况你皇帝都 都搞这种秘密建储的这种小动作 大臣真就会无条件接受 就不跟你对着干 凭什么呀 甚至说遗兆 遗兆啊圣旨啊 遗兆是可以改的 圣旨是可以假传的 对不对 伊丽莎来传位于皇长子 他有必要的情况下 他可以在后头加一个小 改成传位于皇长孙 对吧 那再者说像什么这个李世民 李承前 朱高旭 就这些在历史上真动了手的人 你皇上要是敢用秘密立储 来立别人 你真能保证他们就不掀桌子吗 所以啊 秘密建储 他也解决不了真正 想要去解决的那些问题 倒可能会制造出来更多的新问题 毕竟其实在中国历史上 这种立敌立掌制度 整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除非是呃 尤其是在这种就是比较太平 比较太平的光景吧 非乱世的时候 平稳继承要多于骨肉相残 如果你真的说各朝各代都以这种秘密建储 然后来取代那些立敌立掌的制度 那大概率就会导致更多的野心家来出现 然后皇位继承啊 就会更为的无序 清朝他沿用这个秘密建储制度 然后他好就好在是什么呢 他还没来得及发生那些因为儿子多 然后人脑袋打成狗脑袋那些副作用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突然发现 哎呦皇帝们身体不好 他们已经生不出儿子了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个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度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